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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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南蛮你刚才就叛八卦了是不是 当然这个是马后跑 就用什么意义 当然南蛮有可能是卖血什么的 对吧 好这边没有无脑反馈队友 你看 这是季节吗 这么拼 有可能是季节 好接刀连奴也不给 连奴也不给 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大位了 毕竟是三个位了 火攻不理他 反正也死不了 肯定不理他 你打无线你被冰了 你会怎么撸啊 是不是没人管你啊 那有梅花你有吗 你都冰完了你还有 他有黑草 他还真没梅花 但他有福一马 手很长可以冰到别人 冰贵神速啊 冰贵神速啊 好这个人 那你就冰贵神速吧 就被冰了吧 好出来撸一波 一切可继 老夫进京凭乱 岂能空手而归 他这里并没有亮话图啊 可能是不想拉过多 暂时先不想拉过多的嘲讽啊 反正呢 这几张 反正一会儿自己回合那小奶 也能奶出来对不对 根据牌 再决定 怎么打啊 既然这么多杀 离脸表示我死了 你不是一手的闪吗 呵呵 你怎么就死了呢 独菜 恐龙独菜啊 可以 很强 但也很六 六没牌了 也把离脸展落于马下 没想到吧 恩欲及死 惶恐之志 这边这个二号 你 你不 你不亮 估计是群的可能也比较低吧 那后面有个恐龙嘛 你就把他干过去吧 心疼什么 给谁跟他心疼啊 谁也砍过去 那错管还 砍死 竟然是个无果 竟然是个上来乱盲居的无果 那就无就无吧 忙完了 然后开始干卫国 杀过去 这个人应该是个鼠 可能很大可能是个鼠吧 因为强宝卧龙嘛 恩 司马国家被带走 没有淘子对吧 都没有牌了主要是 国家也没有 对吧 什么也没货 应叫我负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负我 再看一刀啊 战斗所 美滋滋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打过这两个鼠 不一定能 不一定稳赢的 因为人家亮出来个黄元英旁统 或者什么的 黄元英江维什么的 对吧 他真不一定打过 这边一个恐龙卢彩 你们两个人 都是 不动白 对吧 打打看吧 杀一刀 乐住 看六号是什么 还真是姜维 没有黄元英了 说实话 真的 他里 这里 他来个黄元英 其实真的不一定稳赢的 人家就跟你打排叉 你们两个不动白 对不对 人家完全可以给你打排叉 小小娃娃 入武秀未干 打一下 吸个血 美滋滋 这以蜀国尽量以打排叉为主吧 想办法就是 首先想找桃子回血 其次通过这个 侥幸和观星来控制住敌人 绝世有了打的 这也他如果来杀咱们 咱们就掉血 主动卖血 求碑哥 求碑哥 求碑哥来创造更大的收益 反正有话筒 终归是对吧 结果咱们他弄了个红桃 他好像三上 那红桃是红桃吧 无所谓了 火宫可以考虑 留下 不需要留闪 因为是话筒嘛 他挑 那随便挑 对不对 如果他们出杀 就主动掉血 你看这边还挂了个闪电 你说不定就这一会儿 话筒被闪电批了 所以说这并不代表稳赢了 虽然屠戮掉了魏国 属国其实现在要稳扎稳打 全拉下了 尽量稳住 其实我感觉如果能控的话 他尽量去控制住这个话筒的牌 他其实不需要无脑空城也可以 就手里留张黑 自己挂着加一个横甲 你只要控制住这个话筒的牌 让他打不动你就可以 结果这边没空 出来无中和代劳 难道剩下两张牌真的 剩下那四张牌都不能给吗 我觉得不一定 可能是他不想要吧 好那这边 通过贝格创作出收益 然后 再开五五 那你再见了 再见了 九火沙 飞 带你飞 这个九也不需要省的 虽然我知道火沙大概率死了 但是不需要省 杀掉一个就好打了 其实讲道理 他们这里是可以强控的 强控 然后通过找桃子回血 就 这四个人吧 诸葛亮是完全可以控死话筒的 然后毒菜 恐龙也没有什么输出 想打将为是很难的 结果这个 主持人表示我都是闪 我他是这个 你妈一手的闪 就不让杯哥 不让没得打 那有话 再再有 你有话筒 有逃的情况下 或者说你有劣势的情况下 就哪怕你不是话筒 你有劣势的情况下 如果有 对面傻乌 回来杀你有毒菜 一定也要主动求杯哥 这是一种意识 不单单时候有话筒的情况下 有很多时候劣势 如果对面虎 那你就利用他 就主动一定要懂得主动卖血 主动卖血的将不止只是卫国 有很多其他市里 也有许多主动卖血的将 只不过是一种另类的卖血 看你能不能理解到位 是不是 好 咱们再看第二局 主持人玩家的叫 LQM770 45区的玩家 赶紧他录像 这两个都可以选 都还行 都需要信仰 看你有没有信仰 好 琢磨琢磨 琢磨琢磨 都选了个香香特爱 那是不可能的 大脚肥加黄中 强中 打火机 讲一声 啪就亮了 这个是真的啪一声就亮了 着了 好 加一马7两张闪过了 四血量可以抓藤 装藤甲 留个闪吧 毕竟你装藤甲了有点虚 如果不装藤甲的话 不留闪也可以吧 还是留一个好 就算不装藤甲也要防一手外面是不是 好 这边祝个亮 祝个亮 阿斗他爷 我去 你不是阿斗的相父吗 怎么升级成他爷了 你不成刘备他弟了吗 这不合适是吧 不要乱来啊 出事表白血了 好 这边九杀戳一下 反正开始忙 这边 你看你啥忙咋忙 谁能拦住你 好 又一个动作吧 我很舒服啊 忙的我特别舒服啊 你不忙我 我还不能撸 是不是 你忙了我就撸啊 撸的舒服啊 舒服 还是这样 这手天阳 水分间两刀 现在一马 铁锁连环 估计要杀三 对诸葛亮动杀鸡了 看三闪不闪 三要是闪了 就肯定不是群 因为他是群 他就掉血呗 他掉一血 坑诸葛亮凉血 回头谁动了AOE 或者他补一下 就把这个谁弄死了 是不是 把诸葛亮弄死了 对不对 所以这 如果你是寻闪的 只能说你要二 所以只能按你不是寻的 就这边被人偷窥了 就非常不好 因为咱们有队友 被偷窥了很不爽 还冰箭的 但是他冠石斧 他暂时也没打咱们 咱们有藤甲 换了一批 换了一批 黄瓜废电 我发现 大家都比较喜欢 黄瓜废电 这得随便扔吧 反正乐不扔 留着 不想暴露什么信息 装了藤甲 你就得留闪 不装藤甲就可以不留闪 杀就行了 张飞 好 南蛮入侵 哎呀 有技能 外面有假许 还是梦霍 南蛮入侵 刚才这个技能 独角就暴露了 很明显的暴露了 南蛮入侵 他五上 那董卓估计 也是没什么作为了 最多杀一刀 那董卓可能是自己留着 还有雷杀 好 这回三号脱管了 终于没有闪了 主要这凉血 最终还是没有躲掉 最终还是没有躲掉 那这三是 他真没闪了 那他没辙 脱管了 可能是魏无吗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好 这边这个借刀没有打 这个借刀没有打 基本上不是数了 因为他看过咱们是数 这三个数了 他还不把董卓的刀下了 还藏什么 哪怕你随便借刀指三也无所谓 你就借刀指三 他杀 反正杀了 他也出不了诸葛亮 又杀 好 这边黄元英又不能忍了 你看 你不是数 就出来嘟你 好的 大鼠要开团了吗 这个开不起来 关键咱们也小短手 打不到人 先看看情势吧 这只笔 看一下八号 八号也是敌人 八号也是敌人 应该不是吴吧 卫群吧 吴他去招惹人家干啥 对不对 加招招惹 这边那就乐出去吧 这就不跟你们整这些 没有用了 乐住 反正家许看过了吗 主要是家许看过咱们了 那你不乐他 他等啥 这边顺受天阳 不许顺 不许顺 你想干什么 他不像鼠 他说鼠腿老板呆着 瞎顺什么 瞎顺什么 怎样之前的分析 诸葛亮并没有死 存活了下来 仰张牌 仰上 杀一道 冰住了吗 到底能不能冰住啊 仰上都有 而且开代牢了 这个牌完全洗掉了 看看 那董卓 来 另一个将呢 另一个将要不要出来洗个脑 不出来 好吧 那你就继续待着 挂机啊 冰住了还可以 这边张和 看张和是怎么个操作 张和选择了偷八和三 他觉得八和三是群 好吧 其实八和三也有魏武的可能啊 当然这个 这个黄云连的确实八挺像群的 好 这边玩沙蝉 刚才拿完就是这个谁的技能啊 怎么还有技能啊 还有约进啊 什么的 好 这边是个吴国 吴国出来收人头来了啊 原来是个吴国好吧 小小的吴国啊 哎 华佗董卓在这儿啊 但是他战斗不起来啊 许称望图享受人头并没有成功 人家一个华佗董卓 好刘备 刘备诸葛亮 刘备黄元英现在不好包养诸葛亮啊 改版后的诸葛亮是可以包养的 给个闪可以的 给个闪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 万箭齐发 看看能不能打死华佗 对不对 尝试着打死他 因为他觉得 黄元英给诸葛亮肯定是闪 所以就 对吧 就放了 要不然黄元英给诸葛亮那排干嘛 然后诸葛亮 黄元英国吴谢他就打了 反正表示共享收益是吧 好 看看能不能活死他 来 活死他 不能让他活了 咱们有这么多队友 而且对吧 就是无谢连无谢吗 还是各种手里吴谢啊 呀 方片 没有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了 这边摔一个魏国 魏国 可以的 魏国 魏国表示大鼠了 大鼠了 大鼠了 开始杀鼠了 点威看出了端倪 尽管来吧 太蒙蒙年 打掉画图 这不打掉画图 又撸了 又回复 又回复起来了 这一切都是白扯 就等于白干活了 冰柱也行 冰柱也行 冰柱也还行 无上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 好 不摸了 空住 没有无谢就空住 是吧 不许动 那还行 有兵还行 没兵 他一路 这画图董卓一路 又回复起来了 这就真的是白打了 而且我感觉 他这路又 神装了 再打不动了 好 这边 点威开始打鼠 张鹅也觉得 还鼠国多大 开始这个 忽悠鼠国装备 这边火攻 他知道咱们是什么 他就火攻 而且这边还连着 美滋滋 你要不要把徐胜干掉 徐胜留着不是也是祸害你们了吗 不离剑 好吧 手牌叫 那什么 好 这边话多说了 给吴国一口气做什么 对啊 不要给吴国一口气啊 你要打死吴国啊 虽然不一定能离剑死 但是 我说你有杀没 就不知道了 反正你不打死他 他们肯定也要打你 其实徐胜第一回合打他 并不是说 觉得是大群 或者怎么样了 他只是单纯享受人头 对吧 很明显 就是你一血挂着就没亮话多 很多人喜欢做人头狗嘛 那这边他还是把话多收掉了 最终啊 也去打个诸葛亮 然后开个桃园自己恢复 局面依然不是很好打 不是很乐观啊 继续呆着吧 不过其实呆不呆 基本上你也是避暑啊 那这边这个牌就直接列宫干他了 对吧 不是这个啊 开始叫这里要 对吧 直接就列宫干你 他克制曹仁 曹仁蹲坑的牌多 对吧 他牌比你血多啊 直接就可以把他干死 山也出不了 燕仁张飞带死 好 出一道 桃园不要 就直接开干啊 有什么桃啊 直接争取打死人 建立优势啊 手牌支撑你可以亮 那你直接大吊飞一声咆哮 三声吼 灌石斧拆掉 还行 还行可还行 偷啊 偷啊 要不去偷徐上 不偷了 他这种不能偷了 你再偷别人不好 把那个他把那个谁的刀拆了 但是又移走刀了 行吧 啥刀 但是三尖刀也不比冠石斧差 而且我感觉比冠石斧更恶心 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其实我感觉刚才不应该拆这个谁的刀 不应该拆这个冠石斧 拆这个冠石斧三尖两尖刀就被护了走了 假许这一波操作还是非常的犀利的 黄远英有闪吗 没闪 祝梁要死了 他很可能没闪 因为他这刚才是两个无蟹弄的牌 然后后来又被勒了 被三尖戳戳死了 你看还不如不摔冠石斧的 瞬间的优势就化为乌有 其实也没有多么太大的优势 扎鼠还是扎 这毕竟对面玩山山加张鹅藏一卖血的 你也不好打 当然四血不一定是卖血的 又以离剑 这分分钟就成劣势了 感觉张鹅机会很大 黄远英 黄远英裸摸一个南丸 先放一波 黄远英包养一波 巴比 巴比奋勇杀敌 一血一灵之尺 好给了两个桃开始开代牢可以 这代劳很关键 黄远英可以 无谢接无谢 这里要进攻牌了 不要逃了 不能跟他们磨叽了 因为你跟他们磨叽 是磨叽不过来的 好 还又摔到一个南丸 这里不流沙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打不到 但是你这个局 你狗是狗不住的 对面是玩沙蝉 这边他被横僵了 他很可能就死 所以必须的什么 必须要拼 这边黄远英也是很争气 把那个麻给下了 那就直接可以中了 这里一血处于 这个黄中就可以 以解为卖血这样 一血就处于卖血的巅峰状态 是不是 直接可以各种强命 还需要一把刀 把夹虚斩于马下 刚才流沙什么的是很对的 这逃有什么用啊 这里直接阉人张飞再死 带你们上天是不是 众出貂蝉是吧 时辰已到了 老黄中也是杀了兴起啊 什么八卦阵 什么这个那个的 都无济于事 是不是 家许肯定有善罢 家许呢 根本就不行 是不是 挡都挡不住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